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暗龍紀元一端審判 上一集我們來到新德蘭 資料變好多 我們這集繼續看完它 大牛 聽說魔法師們前往紅牙 我們只剩下逃跑或捲入戰爭中心 概義說過 但若林是安全的 我們希望能早點離開這裡 但孩子們好不容易 才走了一里 概義發現狂暴的大牛 群通過山丘時 外景一副要往回走的樣子 他說 漢馬和地下刺牛 哈哈自己取名字 有什麼不一樣 腳長的不一樣啊 我說很可怕不要去 他回答沒有選擇 概義說他之後會追上來 要我們繼續前進 我們親了對方告別 他就離開了 孩子們和我繼續走 經過一天 兩天 然後三天 我心中認定他已經死了 我幾乎要放棄了 一個早晨 去河邊取水時 想到一個簡單的解決對策 河川靜靜的流動 我只要跟著流就好了 已經夠多痛苦 夠多恐懼了 我正盡可能擠出勇氣時 在樹叢中聽到很大的聲響 我認為是盜賊 或是熊 但都不是 是一隻青灰色皮 角黑的發亮的巨大野獸 而且坐在那可靠的背上呢 是蓋儀 大牛雖然巨大 卻像磁路一般溫和 孩子們給他取了 藍鱗的名字 我絕對不愛告訴他 那天我打算做什麼 新德蘭地區那名帳篷中 發現了日記 這張圖挺可愛的 實際上卻很難打 聖電騎士團 關於傳統的工作分配 聖電騎士團作為教會的軍隊被設立 以嚴格境遇著稱 聖電騎士擁有可怕的戰鬥能力 加上對魔法的耐性 破解力 作為背教者 那些不願服從 法環和魔法師的監視人 以及防御血魔法和惡鬼黑暗力量的最前線 負責兩個角色的獨特存在 魔法師認為聖電騎士團是教會 對魔法支配的象徵 另一方面 色達斯的人們覺得他們是救世主 聖戰士好勇士 聖身保護世界免於魔法的威脅 實際上 對教會軍隊來說 最重要的是 有對造物族不可動搖的信念的優秀戰士 道德面則在這之後 聖電騎士為了在不感傷的情況下 進行任務 聖電騎士團在遇到困難決定時 教會比起道德觀眾而懷疑教會信念的人 更喜歡宗教狂熱 絕對忠誠的士兵 聖電騎士團的力量來自一種叫做莉莉姆 被認為是造物族的原料的礦物 相對於魔法師們在古代咒文或儀式上使用莉莉姆 聖電騎士為了強化魔法耐性而攝取這種原始的礦物 使用莉莉姆雖然受到教會的規範 其中仍有受到莉莉姆中毒之苦的聖電騎士 產生幻想強迫的症狀 聖電騎士是在知道這樣的處境的情況下 為騎士團和造物族工作 魔法師在和聖電騎士對峙時會感到恐懼 就是因為這樣的現身 聖電騎士說要將有使用血魔法可能性的人送來處理掉時 不可能說服他做別的選擇 而且面對準備萬全的聖電騎士 魔法師的魔法沒有效果 被信念所驅動的聖電騎士 是瑟達斯最恐怖最受尊敬的集團 來自斯達克海文的首席魔法師哈爾迪因所著 第五 形式中的規律 祝福的時代8-80年 我隊伍中有兩隻法師 看起來之後要打聖電騎士可能會有一點吃力 聖電騎士團協定的結束 聖下在這次叛亂中 你扮演怎樣的角色 探索騎士團非常清楚 你曾為了一些小事的商量 用緊急的名義 在深夜把我叫到大聖堂對吧 我回到白之塔時 看到了混亂和你的咪探 在被叫者中的樣子 你認為我不會注意到嗎 你相信你的行動不會受到反擊嗎 將會讓像這樣無能的女人 坐在太陽的浴座開始 黑暗的時代就來臨了 我們發眼睜睜看著你 將長年來的傳統和正義所築起的東西破壞掉 教皇的時代二十年 締結了聶瓦拉公約 探索騎士團降下自己的旗幟 同意做為教會的右手工作 然後一起成立了法師之環 現在反環解體了 我宣言在這裡的協定變為一張白紙 探索騎士團和聖電騎士團 今後將不再視教會為支配者 取而代之 我們將以我們認為正確的方式行動 完成造物主的大業 龍的時代四十年的今天 在這裡簽名 探索騎士團長 蘭伯特 范恩 瑞維斯 前探索騎士團長給教皇尤斯蒂尼亞的信 判亂的魔法師 法環並不是單純為了從魔法師手上保護世界 恐怕還有為了應使安全魔法師的力量而設立的 然後在探索騎士團長 蘭伯特的指揮下 尚電騎士團不顧曾宣誓過要保護包含魔法師的所有人 免受有害魔法的影響 執行偏頗的判斷 不僅沒有緩和問題 還讓問題惡化 禍害魔法師們 然後 不顧激進的儀式是為了 不讓無法控制的魔法師 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最後手段 變成對意見不同的人 為了阻止他們理性和有品味的議論 刑罰、政治目的所使用 然後 不顧安卓斯特並非希望魔法師 和聖殿騎士的關係是俘虜和看守 而是實踐者和守護者的意圖 中環契約遭到破壞 魔法師們被發誓守護他們的人奪去性命 魔法在勇敢地面對恐懼 為此 這次法師之環揭示下一個宣言 我們費洛登以及歐拉斯的魔法師 在此解散法環 即日起廢棄對聖殿騎士服從的宣誓 我們明白宣誓 我們只會對重複敘述著 安卓斯特的主張 魔法是為人類工作的 絕不是用來支配人類的 來將我們為犯下的罪行推斷為有罪 剝奪我們生命與自由的人們 為了保護自己 使用我們的力量 我們會彈劾心理有病 或是能理解破壞我們的人 卻因為怒火 將造物主給我們的力量 對無辜的人使用的人 我們發誓支持 為不法的被教者們帶來正義 正規公平的任何政府 我們非常期望能有一個 和瑟達斯的全體人們互相協助 沒有迫害和偏見的未來 我們希望不因恐懼 帶有友好意圖的全部人 和我們一起建築更好的世界 為安卓斯特和造物主做事的人 瑟達斯的自由魔法師 歐拉斯和菲洛登的城鎮 或村莊裡散落的傳單 新德蘭地區 提根伯爵閣下 為了追求能安靜休息 離開政治的生活 還有為了讓馬在新德蘭的 廣闊原野奔馳的理由 我引退到這裡 但是 魔法師和聖念提示的戰爭 讓閣下領土的美麗山丘 被戰火包圍 成了戰場 在新德蘭地區生活的農民 是善良的人民 但瘟疫爆發 活屍在記憶上 刻上許多噩夢 很多人因無法再忍受 而離開紅牙 現在這個地方 被教者單方面 對不滿的人放火 聖念騎士進行掠奪 向他們反抗的人 都被當作是魔法師的支持者捨去 不管是聖念騎士還是魔法師 前面講那樣 實際上在 四處亂搞 唉 雖然我妻子艾琳娜 為了和在東邊的家族生活 放棄土地 但這個地方有很多無處可去的可憐人 村莊受到愚蠢的魔法師攻擊 無法區別圓鞘跟棍棒的聖念騎士 將農場燒毀 每天難民都在增加 隔下 隔下想必狀況也很糟 但就算只為了這些可憐的人 負擔能夠稍微減輕 拜託您做些應對 我會盡我的能力去做 如果需要好馬的話 跟我說一聲 祝五運昌隆 隔下 在幫馬上鞍時請小心 包含我的中心 德涅特 紅鴨的前訓馬師 給紅鴨的陰蒙伯爵的信 慰藉 在這能發現的素材有 精靈草 仿錘草 血蓮花 水晶恩惠 皇家精靈草 生蚌蘑菇 安波利恩 鐵 公鴨石 搞馬鬧 黑鑰匙 好這邊都看過了 恩 這個星星我先笑一下 這些都是之前收集到的格 我會放在片尾 不過這集跟上一集都沒有放 上一集是因為我忘了 啊這集 我會放是因為這集沒有做什麼就會 旅館休息 我覺得太莫名其妙了 恩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新裝備可以換好了 我應該是沒有啦 我應該是沒有啦 我在海文整理過 我看一下卡山德拉這邊 有比較強的盾耶 就換吧 好這個不能拿 這個是盜嘴的 喔 有 多了不少 x3 在卡山德拉應該也會變強一些 再来是瓦里克 瓦里克这把比安卡会跟着他逐渐变强 所以如果使用弓的话换武器没什么意义 其他弓其实也是锁定瓦里克不能穿的 索拉斯的话 帮他换我的火杖好了 如果帮到冰没有卖输出的时候就交给他 然后把这个冰杖移到贵重品去 这些不要的都移到贵重品 他的贵重品就是到商店的时候通通可以卖给商人 所以可以把不要的装备整理过去 空的部分我留最强的短件我也留最强的 要是我招募到新的队员的话马上可以给他们用 装备的部分的话 我现在还穿不起那一个 我现在能穿得起的大概就只有见习盔甲 比见习斗篷好一间 这些都不是 这些都比较弱 把他们也都放到贵重品去 这个我倒是可以带 不过 给卡珊德拉好了 毕竟他要进站 好吧 马里克的话 可以 可以换装甲 可以换赤猴的装甲 那赤猴的斗篷就inflamm 我會帶 間隙斗篷 索拉絲穿著 有一個可以收起來 希望也能給索拉絲一件盔甲 不然索拉絲有點弱 他的東西會被我拿來用 對他來說是一種排擠 這好像不用特別看 這都是一些設計圖 他用來做武器 不過我現在需要的武器我已經做了 暫時不用 雖然再做一把帳給索拉絲也是不錯 不過還要回去一趟就算了 看他有什麼話說 就這樣 他居然不用做了 好吧 就直接在清清單 還是要拿給索拉絲 你看看他有什麼 對一把一把我們一起走 你會把我們走 我走開了 這是什麼鬼 你會不會放進去 看來大家都要升級 先確定一下 沒有漏的 然後幫大家做個升級 我是沒有我都點了 卡山德拉嗎 操控戰場 保護我方 這個應該比較適合 那我點這個好了 這是範圍的 調性 然後這是 逼對方打自己的單體 這個是圖景 這邊可以增加護甲值 這也是可以增加護甲值 殺了敵人之後可以增加護甲值 這好像不錯我用這個好了 然後最後一點的話 我看最後一點不要點在這 我點在單手劍加蹲這邊 暴復喔 似乎不錯 但是...血越少可以回越多體力 可以回熱體力 但是不會被打...被打暈的機率下降 這個... 嗯...點哪一個好呢? 點反擊好了 再來是盜賊 怎麼不可能點二刀短劍啊 她的話一定是射手啊 高處...加攻擊 這...這一個是...無傷什麼警戒的 欸...這可以用來逃脫喔 這是...軌道上的敵人可以貫穿... 連縮反應喔 不然我就點這樣子好了 要點這一個嗎? 點...就點這三個 基礎的三個 再來是索拉斯 索拉斯的話就很簡單 專門點護甲 很簡單 非常簡單 這是...受傷的時候 自己... 展開防護 像...有激進的效果 可以讓敵人不能施法 這個好像比較有用 再來最後一點 這樣我拿去點 點冰好了 把那個冷凍增強 變成範圍了 這樣就增加我的控場力 其他技能應該沒有比較好吧 這可以增加魔力 點什麼好呢 下面這罩還可以有一次的免費使用 不過我還是點冰 我覺得 我需要控場 控場蠻重要的 我需要幫忙 還要去幫忙 還要去幫忙 你打算 什麼 我真的要去幫忙 那麼 是 上一集的時候 是從這邊下去嗎 方向感覺不太對 唉唷 小動物 這是好像真的是新品種喔 真的 新品種 我們來看一下資料庫 這集好像都在看資料庫耶 長耳湖 我最愛最棒的父親大人 父親大人是菲洛登最強最正確 而且當然是最帥的伯爵 我想要長耳湖 拜託拜託拜託 幫我找一隻來 我看到布里吉德邦福爾高老師 搬來的書 像那樣毛茸茸愉愉快的生物 我第一次見到 那本書寫 它住在山裡吃一些 類似野蜀的討厭生物 如果我養長耳湖 能為它吃好吃的 像是蛋糕 還有珍珠 都會被你養死吧 拜託拜託拜託 讓誰去抓一隻回來 長耳湖加油 別被抓了 我現在就超想要 露比也想要有同伴 把衣服和水壺都壞掉不是我 不可以相信愛你的話唷 可以嗎 我答應這個月不在四支品上花錢 反正也太冷了 那你家的反正也太冷了 你的答應不就沒有差了嗎 你誠實的愛女哈布蘭 哈布蘭布萊蘭德 給他的父親李奧納斯布萊蘭德 在龍的時代久之三十一年所寫的信 根據報告 哈布蘭在那個月後半從父親那獲得一隻白狐狸當禮物 他馬上就讓他在井中不見了 可憐的狐狸 萬一之後的費洛登 想對費洛登的回覆力感到滿足的話 請去丹諾琳市場走走 無法完全相信 洆湞在我們活著的時候 竟然被安逸破壞了吧 雖然活下來的人 傷還沒有好 但人生依然會持續下去 孩子們在路上玩耍 對這些孩子來說 萬一是父母那聽來的故事 我曾聽過有小年孩在詢問暗意是什麼 對他來說 那是從年紀較大的孩子那 聽來的單字般的存在 我教了那個孩子 好好念書的話 父母和造物族都會開心 安卓斯特 給他們寬恕吧 那因無知的笑容 真令人高興 正因如此 五國領導者的行動讓人難以理解 可可握了事件之後 菲若登持續接受 叛亂魔法師的避難 但這只是麻煩事 那也是有徵兆的 根據商人的傳言 作為斯達克海文的抗議證據 將交易客語制裁措施 還有人聽說新德蘭地區 魔法師和聖剑騎士的戰鬥 教母迪亞娜說 要我和他一起去參加海文的講和會議 請相信教皇尤斯蒂尼亞 不管發生什麼事 只要造物族的意志實現 他就會努力去做 將希望寄託在不知道死和恐懼 快樂長大了小孩身上 一邊祈禱能夠如此 丹諾琳教會的修女齊拉 給自由聯邦的姊妹們的信 看完時間就快要結束了 這集就殺那麼幾隻怪 有沒有一些 啊有了 紅色的 有戰鬥力的 喔我快要冰 那應該是被教者的魔法師 我去打一下 總是要打點東西嘛 應該不要特別 幹什麼我就叫他們攻擊我的目標 啊不對我沒有設目標我在幹嘛 直接打 兵免疫 欸就一個啊 我以為這兩個也是欸 就這兩個是我的同伴 那這集就先到這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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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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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